就隐藏在被葬 三,嘴巴如果不多说 神气就隐藏在心脏 四,耳朵如果不多听 精气就隐藏在肾脏 五,身体如果不多动 意气就隐藏在肆脏 以上这五种神气 如果能够手中 身体中的武器自然归于本位 酌精自然化为元气 元气自然化为神气 神气自然归于虚拟之中 这就是修身的要学 性命的关键 学造之人不可入身感